各位 你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說明慧 這個雜誌藍懷錦老師的李子益說 第一 先說一個笑話 記載在少林廣記 以前有個地方官坐在個大辦公室裏批公文 這個地方官的官位是錢買來的 他是不會寫七字 他將七字撇到另一邊 旁邊那個勤務兵比他認識的字更多 就說了 大老爺 你這個七字寫錯了 他將筆一丟就說 是呀 我不懂七字 我七字寫得不好 但我八字好 你七字會寫又怎樣 不跟我當差 所以七字不好 八字好就是命 一點辦法都沒有 命也 第二個道理就是這個命是什麼 只能說四個人 上麻雀台 每個人都有輸錢的可能 個個都沒有贏錢的把握 關鍵就是那張不可知的牌 不曉得什麼時候到哪個人的手裡 那個就是命 到了他手裡 他成功了 你本事再大 學問再好 都沒用 這一張牌 上帝都做不到主 對於命 誰都沒辦法 所謂的固然之理 就是這個道理 佛家稱為定業 所以命和運是兩回事 運就是事 例如這個茶杯 工廠一次做出一萬個杯 茶杯命好的話 但運各不同 有一個茶杯 有一個茶杯被買來給大法師泡茶 他不在這的時候 我們都不感動 同樣一個茶杯 買去給一個生病的人 摺小便 兩個運就不同了 命是一樣的 明白嗎 明白 運就是事 所以 算命的道理 運不 運好不如 命好不如運好 不得其事就不行 易經的學問講了半日 孔子就是講一個字 是 隨時移動 佛家都是講一個 是字 多謝 拜拜